帶他去廟口看歌仔戲 然後只要舞台上有舞僧一開始翻滾 我阿公就會叫他跟著翻 所以他小時候在鄉下很有名 你只要看到有個小孩在地上滾來滾去 那個就是林韻齊 可是這樣的小孩到了小一回到鎮上就麻煩了 因為他回到羅東公正國小是一個很大的學校 那學校有兩千多的學生 然後四十年前各位可能知道 那是一個推行國語政策的年代 就你在學校是不能講方言 然後他老師的相應又比重 所以我歌上課第一天就出師 就第一個他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 然後加上他有過動的傾向 所以他隔天就被評比 學習能力被評比完 有智能障礙 然後就被迫轉班 那以前沒有特教班 以前叫起字班 所以他隔天就去念起字班 可是他去起字班卻念班 去當班長 因為他一點問題都沒有 是那個教育制度的問題 那後來有一天 工人國小有體操班的選拔賽 就發現這個小孩很特別 就沒有人小一 像他這麼敢滾來過去 然後教練就跟他聊一聊 就發現他沒有問題 智能沒有問題 所以就建議他去念體育版 所以他又被救回來 然後他就開始苦練體操 可是他的腳有問題 教練就知道那個是小孩麻痺 就只知道他的腳站不穩 但是就把他留下來當板凳群手 那他就這樣苦練練到小學五年級 機會來了 終於有人受傷 然後他就被頂替上場 就說你上去站住就好 結果他一跳 竟然拿下當年的跳馬肩排 就開始變成體操隊 然後一路翻到國中畢業的時候 他有拿到體專的保送資格 可是我媽很殘忍 我媽認為練體育沒有前途在當年 然後再加上他是長子 所以就叫他去賽斯坎賣水果 那你想想看 一個十五歲的年輕人 他的體操夢不見了 然後他每天早上三點到起床賣水果 然後賣到中午就沒事了 那他的青春怎麼發現 所以他下午就開始撐群接打 那各位知道 這鄉下很無聊 兩幫